有相當多 所以應該有相當多的行程 今天他講的一個題目就是 膝衰節和COPD和肺腸疾病 膝胃疾病在臨床上 診斷本身就是一個困難點 在治療上也有很多必須要考量的點 我想這是一個不太容易 處理的一個臨床的情境 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曾秉諺主任 謝謝主席的報告 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由我來代表 我們新選委會來報告 第一個共病 肺腐疾病跟COPD 首先大家知道肺腐疾病跟COPD 是我們內科很常見的病 有很多overlaping的地方 有人估計不同的統計不一樣 可能30% 可是他症狀有些都很像 那到底出了什麼 因為心衰節主要是LVN-dia 所以增高 in-addict 卡地奧鋪造成的 主要動的時候喘 Ossomia PND 腫 Fatigue 等等 那COPD主要是吸入一些有害的微顆粒 造成慢性化 也造成air-trapping 以及吐氣的受阻 那也是喘 Pathetic cold 那也殘胃 observation 會 comorbidity 還有根據滴滴滴的狀況 而有不同的 那這兩個如果合併在一起 那會有怎麼樣呢 首先在診斷上面 可能是有一些gap 因為症狀很像 到底是不是 那要怎麼樣區別 這是一個問題 那而且肺功能檢查 在心衰節的病人 有核心病 COPD 事實上也沒有很常做 有很多原因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做 那在治療上面 也有很多問題 到底這是Beta-Argonis 對不對心臟有沒有不好 可不可以用 以及心衰節常用的Beta-Block 在COPD上面 是不是會產生一些問題 所以中華民國心臟醫學會 跟臺灣胸腔急重症 教護醫學會 在2016年 就一個專家共識會出版 第一版的臺灣心臟共病共識會 在2020年 我們又再度合作第二版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到 這個兩個學會的QR 後去掃 那就可以download完整的手冊 那首先我們在講 哈菲律跟COP的流行病學方面 首先這是輕度到中度的 夠的A跟B的病人的死亡 我們看到他心血管的死亡率的比例 甚至比呼吸道的死亡率還要多 那臺灣本身COPD的盛行率 在電訪上面來看 可以看到2015年的電訪 可以看到如果是有醫師診斷COP 大概2.1 COPD症狀CNS大概4 那透透可能在6.1 如果在以費工來調查 可能會增加2到3 那另外呢 他的供病的狀況 不管是有已經COPD 或疑似COPD的病人 我們可以看到高血壓及心血管疾病 可能是供病比例佔最高的 將近35%左右 那另外來看心衰節 那心衰節也是常見的嚴重疾病 那主要病例在歐洲可能2%左右 但每個地方不一樣 那隨著年齡老化 以及心肌梗塞之後 存活率增加 危險因素 以及公共衛生 我們對Risk Factor的控制 那越活越久 心衰節 病人沒有一下子Cardial Dex 變成以後的Hard Failure 這種比例越來越高 所以人口越來越多 那在台灣的一些流行病學的研究 只要在金山的一些研究 可以看到 大概是 total有5.5% 大概4.6% Presure Ejection Infection 0.9% Reduce Ejection Infection 那 那心衰節 剛剛有介紹過 心衰節 事實上它是死亡率很高 在住院率也很高的病人 常常大概3.8% 住院中死亡 那住院一個月內也常常在住院 30天內死亡率可能還有10% 一年死亡率20% 甚至到5年的死亡率還將近50% 所以事實上比很多的腫瘤還要嚴重 那再看台灣跟 Hard Failure跟Cop 在台灣住院的狀況 在2014年 國內的每住院者 平均住院日數前20大疾病裡面 可以看到COPD跟Hard Failure 都是排到裡面的 所以這兩個在我們國人的疾病上 對我們健保的負擔也是非常重的地方 那在心臟醫學會心衰節等部來看 就是有核併有COPD的病人 大概11% 你在看跟國外比 好像我們都是偏低 大概11% 那在北米的歐洲族群分析 看心衰節病人 會阻塞腎群大概9到52%不等 在Cardiovasculia Health Study裡面 大概有心衰節跟COPD叫一般族群 比例 合併的一般族群會比較高 大概是有COPD共病的 心衰節大概20% 跟一般族群大概是3% 所以比例我們11%似乎是偏低了 那可能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就是沒有共病症的診斷共識 以及可能沒有積極的確定的共病診斷 比如說剛剛COPD6點多 好像也都很低 所以這是帶我們所有的內科的學員 來共同努力 那接下來講到這兩個疾病的診斷 那在診斷COPD內 當然就會根據它的症狀 根據它的Risk Factor 比如說有沒有抽菸 職業等等 那來進一步做非功能的檢查 來做一些進一步的診斷 那心衰節的診斷流程 也是水生液檢查 X光 心電圖 NTPO BMP 等等 那超音波等等 來下是不是心衰節的一些診斷 那當然有其他的因素 以及病因 比如說甲狀腺等等的檢查 那COPD的診斷 主要是從Lung Function Symptom跟Exceleration 來把它分成疾病的等級 可能要做 氣管擴張吸入 或得Promal function test 如果還是F1 over FVC 小於0.7代就確診 那根據過的分列 分成1 2 3 4 以及根據它Exceleration ABC3 0一次或兩次 以及它的症狀 Catascope或MMRC Scope來分 一般會把它分成ABCD 嚴重度不等 來給予治療 那心衰節的診斷 在哈肥瘤病人 到底 COPD診斷 跟哈肥瘤 主要是心衰節 肺阻塞症狀 在哈肥瘤 到底要怎麼診斷 肺阻塞的症狀 及抽菸食 但心衰節病人 有明顯的抽菸食 呼吸困難 慢性咳嗽 做科痰 對心衰節治療 反應不佳的時候 那可能要做 會阻塞的CAT的問卷 來評估 如果分數又很高 大於10分 那機會就很高 那要做肺功能檢查 那吸入支氣管擴張劑 或做FEV1 或FVC 如果能小於0.7 那大概就確定病人 有不可完全回覆 呼吸器有受阻 大概就可以診斷 那同時也常要做 Check and Rate的檢查 那當然就是一般 COPD有沒有 會過度充氣等等之類 那Lummarking到底怎麼樣 或是有合併其他的TB 等等 或者是HALF-LU 本身的Promoedema等等 那可能也需要做CT 但不建議常規的使用 那在診斷 這個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慢性咳嗽節 可能心臟擴大 那肺積水或胸腔肌 導致肺容器降低 那肺功能顯示會局限行 那急性心衰解 可能氣管黏膜下 去兼職水腫 那肺供顯示會阻塞性 造成假性的肺阻塞 所以當心衰疾病人 狀況達到問題 一般是出院前或出院後 一個月回診 才做肺功能檢查 那也可以做6-mini working test 來監測病人的 A2 saturation的狀況 那如果病人走的時候 出現低血氧 要進一步檢查 心胃功能 那因為長期修PT會造成 right side的護 right heart的護膽 造成right heart heart failure 這時候要注意 那修P的病人 因為橫國母較低 右心擴大 所以常常會有 Incambria BPP 臨床上也會一些 H3 flutter 或Fibrillation 等等的心育不整產生 所以如果 在HV病人 診斷會 阻塞的診斷流程 在這個手冊上面 就有一些建議 就剛剛大概提過 年齡大概4歲 抽菸時等等 那可能做心電毒 X光進一步 超音波等等 有沒有Pomal Obtension 那最後來做Pomal Function Test 來下診斷 大家可以診斷 那如果是 病人有COPD 那HV要怎麼診斷呢 其實也類似 那一般我們也會 共造這個胸腔熱狀科醫師 看那是Ossomia PND 水腫的一些症狀 有沒有冠狀動脈的Risk Factor 比如說DM Heptension 糖尿 肥胖等等 有沒有一些不相稱的呼吸 那做心電圖 做X光 那可能要測MP NTPO BMP 如果NTPO BMP 大100 NTPO BMP 大300的時候 那可能要進一步 心臟科的檢查 那這兩個疾病的治療方面 當然COPD有它的 該來的治療方式 那我們哈菲流也有一些 不管歐洲 美國 或是我們台灣自己也提出的 一些該來的治療 那先講COPD的治療 它很多的是吸入性的治療 那也有口無型的治療 那目前呢 不建議用口無的BED ARGONIST 那吸入性呢 有乙二型交感神經刺激劑 跟抗胆檢 有兩種都有長孝跟短孝 那在急性期 當然你可以用短孝的 但長期這種短孝 可能會對稱心衰竭的急性惡化跟死亡 所以比較不適合在哈菲流的病人 那吸入性的類固醇呢 一般不建議單獨治療 COPD 常常會合併 長孝型的一二型交感神 譬如LABAR 來做的治療是比較適合 那一些TRI有很多 那簡單 比較有名的UMPLIFT TRI的話 就是用LAMA 在這個病人上 Cardial Event來講 事實上 它還會減少Cardial Event 那對Cardial Disorder 事實上 就是說 是No harm 在COPD 當然TRI有很多種 包括LAMA LAMA 各有非常多種 都可以看到 沒有剩人Cardial Vasca 的副作用的一些Conclusion 那ICS加LAMA LAMA加LAMA 等等也都是一樣 所以LAMA跟LAMA 實際上都是比較方便 症狀緩解較短 效吸入型有效 那腹肝支氣管 一般會比單一的效果 能增進療效 減少副作用 那LAMA沒有看到心血管的副作用 可以在性衰竭 跟COPD共病病人 剛剛也講 Update Study 證實LAMA也不會 那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這個SARBA 跟SARMA 就短效型的 在急性期 是可以很快解除 但在Long-Term 可能會讓性衰竭 惡化死亡 所以比較不建議 那剛剛在講 ICS就吸入型的 不會單獨使用一般 跟LAMA合併 那2018年的META 這兩個 比單獨使用 使用型類故事能改善肺功能 那減少急性惡化 那也有三合一的 ICS LAMA 都可以很有效的改善肺功能 跟惡化 但是ICS跟肺炎股 只是說白內障化身有關 所以要謹慎評估 那所以我們這個共識手冊 根據剛剛所講 會阻塞治療 有一些建議流程 那剛剛根據 剛剛的會阻塞的嚴重臨床症狀 肺功能的評估等等 嚴重分成A B C D 的Group 那給予適度的治療 譬如說 Group A 那可能是用SARBA LAMA LAMA 那Group B 可能用LAMA 或LAMA Group C 可能用LAMA Group D 有分不同用LAMA LAMA加LAMA 或者是有 尤其有高的 大概300的 可能再加ICS等等 那至於心衰臺的藥物的治療 基本上 我們知道 Simplastatone activation RIS C等對抵性 那要對抗它是 這個NATURELYPECTIDE要增加 所以根據這種 就給BETA BLOCK ACIA ARB MI等等 以使讓這個 NATURELYPECTIDE增加的阿尼 大家都知道 那為什麼 在BETA BLOCK 都是一般比較少 主要的原因 大概碰到的 沒有服用BETA BLOCK 在心衰臺都是COPD 跟阿斯瑪的病人 在VARHAB TRY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COPD的病人 用BETA BLOCK 跟沒有用BETA BLOCK 用BETA BLOCK 比較好 沒有BETA BLOCK MOTIRI 反而是比較高的 那過去的研究 BETA BLOCK 來看到Placebo 跟Cardial Selective BETA BLOCK 跟Cardial Selective BETA BLOCK 可以看到Cardial Selective 事實上是 比較favor的 那 Place也比較好 但也不是說沒有Risk 一開始的時候 常常也不好 那 有些COPD病人 也有Astma component 實在用也是要很小心 那如果說 在用的話 病人 哈佩率用上去 要增加BETA 然後你使用 那就要小心的評估 那比較有名的 比如說 Stami的Study 就是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Betal Level 的BETA BLOCK 對這個 用LAPA COPD 的病人 不會增加他的 CP的Risk 那Tornado也是 也就是BETA BLOCK 的治療 並不會影響到 這個 LAPA LAMA的一些 所以 在Model 的BELC病人 也不會有不好的作用 所以 不管是LAPA 或LAMA 在 有COPD 跟哈佩率的病人上 事實上不會增加 Cardial Vascular 的Risk 在Meta Analyze 來講 也可以看到 BETA BLOCK 可以Reduce 這個 病人有COPD 的 的 事實上還是有好處 但是 要選擇的是 Cardial Selected BETA BLOCK 那在國際型的研究 Cardial Selected Beta BLOCK 對 同時有 哈佩率跟COPD 的病人 一般Benefit 是比較好的 不應該是單位 不管是國外的 或者是這兩個 是我們自己台灣的 研究上 都是有這種情形 那說一般 在這個 哈佩率跟COPD 共病的病人 BETA BLOCK 的選擇上面 還是根據 哈佩率的 來進行 那 但是在PONQ 阿斯瑪的病人 BETA BLOCK 一般是不行的 那BETA BLOCK 還是 劑量從 STAR SLOW 開始 那我們要知道 有BETA 1的 Cardial Selected Selection 主要是 Nepri 比較多 CANCO7是 BETA ROCK 那 卡佩率也有說 可以用CIP 但是比較不好 那至於 在氧氣的治療上面 這個病人如果有 COPD 跟哈佩率 在2019年 我們哈佩率的 心腸醫學的 新衰竭的 guidline 有一些建議 那如果把COPD 再放進來看 那Oxygen 是維持生命的重要元素 那可以改善 hypoxia 但 hypoxemia 但不一定改善 hypoxia 那 癢如果過度 是對細胞的 toxicity 對循環的 TEMO-Dynamic也不好 那 長期的 嚴重的缺氧 COPD 長時間COPD治療 有療效 但輕重度的缺氧 COPD 高濃度就不見了 又好了 那有時候可以用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來減少intubation的機會 所以根據 剛剛的一些簡單的提 剛剛竊領的一些報告的 大家可以當作來看 那台灣新修共病專家小組 就建議 不管是 會阻塞病人 心臟衰竭診斷 以及治療方面 就有一個流程 一個很簡單的表 讓大家來參考 那或者說 心衰竭病人的 會阻塞診斷 及治療 那也有一個流程來參考 大概就我剛剛很簡單的重點 講出來在上面 那今天的報告 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還有一個 如果說 如果說 如果說目前的話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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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關於AV的理學 事實上 導學的時候不一定看得出來 在背後看不出來 但是呢 如果其他的檢查的話 在IOS裡面 你會不會看得出來 你這個 這個 共識裡面 好像是目前的最新的一個方式的話 好像有一些小小的 如果說 對於 COPD的病人 就是 都有情景之下的話 不曉得的話 你會看 第二點 第二點的話 就是說 在急診室裡面 Data不夠情景之下的話 就是說 Biniti的Data 情景之下的話 你就BnD 這個Data 這個Data 會長大一點點 但是病人也被弄得 也很 也不是很好喝的人 這時候的話 你會認為說 兩個 折斷還是一個折斷 這COPDNA LbAV 是COPDNA 還是只有一個折斷而已 一個東西 induce 這時候的話 你如果要保護的經驗是怎麼樣看的 第三個話 就是說 目前 SCOPD2的話 這樣的一個很少全台 全球的經驗之下的話 哈菲裡的診斷 會不會改診斷 會不會有State 3 跟State 2 或State 1 在這種經驗之下的話 你在這個心中共識的經驗之下 你會做什麼 因為這個全台的話 你算一下 你講的就算 不能這樣講 對於第一個問題 P-COPD的診斷 其實是有難度 因為同時有哈菲裡的貢病 有哈菲裡的Risk Factor 這樣的確不容易 但這可能要有個時間的Follow 包括Cardia ECO BMP 一直 如果他不是AQ的State 所有的Pormofunction Test等等 那 有時候還是必須要時間 去看一下 尤其很早期 兩個Symptoms 或Overlaping 如果 他的病史也都有Overlaping 那的確有很難 這第一個回答 我想要Follow-up Long-term 的一些檢查 還是很重要 那第二個 就是說 有時候在急診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如果是Hard Value 或是AQ Asservation的時候 那MT for BMP 如果又不是很高 但是又高一點點 那如果說Eco很明顯 Ejection Infection 很不好 那我們當然可以 那如果是Presure Ejection Infection 當然就很難了 那又有抽菸石 又可達的Code 那到底是不是 因為COPD 也會Ride Sava Value MT for BMP BMP也是會高 所以這個是很難 而且在AQ Stage的時候 一般也不會建議做Promofunction Test 所以這時候可能要等到我們治療 那治療之後 這個 比較適合 比較Stable的狀況 出院前或出院一個月 比較Stable 再做肺功能的檢查 當然心臟科的一些檢查也需要 第三個是SGLT2 正Inhibit的問題 我想這目前非常好 大概已經知道 在大型的去年跟今年 歐洲 美國的會議都告訴我們 這個 對 Reduce Ejection Infection Half Value 是有效的 所以這個藥好像不是糖尿病的藥 好像是心臟 對腎臟也好 所以它非常有前景 那對於Presure Ejection 我們也密切觀察 希望它是有效 那如果再合併COPD 應該這個藥對COPD 目前應該也沒有特別重 應該是 可能沒有什麼不見的壞處 所以這個藥 說實在我們寄以後望 那至於該籃要放在哪裡 這也是大家喜歡問的問題 說實在 歐美的該籃 目前也沒有定案 但是從它 它的Mekkinin 是跟傳統的TripleSavi ACIARB BetaBlock MRA 以及後來的Arny 是不大一樣的 那真的Mekkinin 其實大家也不是那麼清楚 我想這個藥 如果我認為該籃 應該是會把它裂進去 那 豆豆放在哪個位置 第一線 第二線 當然如果它也不是太貴 如果能在第一線上 是我們最會不會 那簡單報告到這裡 這裡 好 SGLTU在台灣是一塊點機場 在美國是十六塊點機場 SGLTU這個藥 都台灣是比較有毒性 好 非常謝謝曾主任 還有我們的會員的疑問 相當重要的提供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並且還是要給大家 好 可以